张作霖是谁 土匪头子出身 一听这个就急了 骂了个八字的 跑我这嘎当卧底来了 我整死你 您各位好 我是昆仑刘石 您看我背后一个墓园的元寝门 这就是民国的国务总理张绍增的墓地 我们所在这个位置 就是北京植物园 在这个张绍增的墓地 也有两桶归服大碑 看样子 也是从清代的遗老的墓地里边 买过来的 但是这两座碑 和那边梁启超墓地的两桶碑 不太一样 梁启超墓地的两桶碑 看样子比较雄伟一些 这两桶墓碑应该是清代早期的墓碑 看着格式比较小 规制也不如 那边梁启超墓地的那两桶墓碑要大 同样 这两桶墓碑也是都没有刻字 其实我不太喜欢 民国这些有身份的人买前清的遗老的碑 然后磨平给自己在立传刻碑 首先就是和民国文化氛围相背离 因为民国的时期是一个近代史上比较好的文化氛围时期 不管你是购买还是豪夺 这种行为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欠妥 民国时期的北洋将领都毁于参半 张绍增也不例外 咱们要聊 当然就得先减好的聊 张绍增是直立大城人 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大城县 那个地方过去他出两样东西 一个是太监 一个是驴肉火兽 现在也出两样东西 一个是红木家具 一个是驴肉火兽 那不用费劲了 张将军惹定了爱吃驴火 张绍增出身天津五部学堂 后来受清廷委派到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学的是第一期炮科 在北洋政府时期 袁世凯任命他为宣抚将军 主管内蒙古的军务 就在这个时期 张绍增干了他人生中最漂亮的一件事 当时正赶上外蒙古叛乱 张绍增指挥三路军队 打退了蒙古叛军的入侵 为保卫边疆 维护祖国统一 立了一大奇功 后来张绍增又支持蔡厄桃原 反对袁世凯称帝 并且在曹昆执政时期 做过一任的陆军次长 和几个月的国务总理 后来辞职 在天津做了一名御工 张绍增有一点很让人诟病 就是这个人喜欢拉拢势力 他和很多北洋军阀都是把兄弟 并且跟冯玉祥 吴佩孚 都是儿女庆家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 奉军司令大帅张作霖坐镇北京 张绍增的亲家冯玉祥 准备率兵北上攻打北京城 一路上是催枯拉朽 势如破竹 眼看就要打尽直立了 这时候就有人向大帅张作霖汇报了 住在天津英宗界的张绍增 手里头有一部电台 常年的给冯玉祥提供 住在京京一带奉军的军事情报 张作霖是谁 土匪头子出身 一听这个就急了 骂了个八字的 跑我这嘎当卧底来了 我整死你 您别看这张绍增他一介五夫 平时还挺风雅 不但爱听京剧昆曲 还爱看个电影 有一天直立办公署总参业赵景云 请张绍增到天津市和谕饭庄吃饭 吃罢了晚饭就有人提出来了 时间上早 咱们去这清音小班彩凤班打个茶围呗 彩凤班的头牌是一位有技术的女人 唱的昆曲那叫一个勾人 张绍增本来对这种地方他不感兴趣 可是一听到昆曲两个字就迈不动步了 就跟着这群人一同来到了这个清音小班彩凤楼 这帮的人玩到当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啊 突然有人来啊给这张绍增送信 趁着张绍增看信的时候 送信人掏出手枪 对着他 汤汤汤就是三枪 第一枪啊打穿了张绍增的手掌 第二枪打穿了耳朵 第三枪就打在了胸膛上 也就是这一枪要了张绍增的命了 打破了肺葬是血流如注 那怎么就知道这刺客是张作霖派的呢 其实这呀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当时天津市警察局的局长啊 就是这样说 麻烦让我扫兴扫 兴扫我知道北京大帅府你扫去吧 借我们可没责啊 得就这样啊 张绍里遇刺案不了了之 过了一阵子张绍增就被安葬到了 北京西山的张家墓地 在张绍增的墓前啊 有一座青石牌坊 上边有一幅对联啊 是这样写的 顾磊创辽东 华鹤墨漆华表柱 玄堂开四左 龟神 长户 大城门 这下脸很好懂啊 说的是张绍增死了以后 埋在庙的左边 给老佛爷呀 看大门 这玄机啊 可都在上脸上 顾磊创辽东 有什么事 让张总理在辽东 很悲伤呢 有人说呀 这是辽东的张小个子 把他杀了呗 其实不然呐 民国国务总理 墓地营联 哪能这么没格局啊 还带指桑骂怀的 这事啊 确实还和张作霖有关系 可他说的是什么呢 在辛亥革命时期啊 张绍增和同学 跟民友蓝天卫在沈阳准备起义 响应武昌起义的革命号召 当年的圣经巡方营统领啊 他就是张作霖 张作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 就把这张绍增赶出了东三省 赶到山海关里内 张绍增的这个民国遗恨呢 指的是没参加成辛亥革命 并不是指张作霖暗杀他的这件事 小了小了啊 有很多主播呀 解释这幅对联的格局 那小了 埋在北京西山当中的名人故事 嗨了去了 您要是喜欢听呢 我就乐意讲 您给我留言 明儿啊 我再给您挑一个 更有乐的故事讲讲 得嘞 喜欢我的频道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咱们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